记者王秀婷台东报道 台东市北南国小篮球场旁的壁画近来成为热门拍照点 一幅画里集结9个国家 14个知名地标 不少亲子特地前来认识地标 北南国小总务主任吴娟儿表示 该校近年推动英语教学计划 积极布置情境环境 为活泼英语教学主题 与老师们讨论后 决定为英语教室周边的墙壁彩绘 便利用设置在教室屋顶的太阳能光电回馈金 请县内有丰富壁画彩绘经验的画家曾世荣 协助彩绘 吴娟儿说 次次壁画有三幅 分别是教室 海洋及世界地标等三个主题 又以世界地标最为吸睛 开学后校方还会制作英语字卡 方便学生边看边学 花了半个月彩绘背南国小壁画的曾世荣表示 为彩绘世界地标 特地上网做功课 最后选定中国长城 埃及人面诗身相级金字塔 英国伦敦铁桥与大笨中 澳洲雪梨阁剧院 日本东京铁塔 法国凯旋门 爱菲尔铁塔 圣母院 还有印度太基马哈林 美国自由女神像 意大利古罗马人行竞技场 比萨斜塔与米兰大教堂 盼引发学生对壁画中各国地标背后故事的兴趣 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